据环球网报道 目前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讲话 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 称联合国必须被允许紧急且不受限制的进入新疆 调查有关该地区虐待事件的报告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3日明确指出 所谓涉疆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都是反华势力炮制的谣言谎言 和虚假信息没有事实依据 如同沙丘上的城堡是迟早要破产的 涉疆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敦促英方尊重事实停止发表错误言论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汪文斌指出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看到BBC在涉疆涉华问题上散布了太多的谣言谎言 我只有两只手 但是BBC散布的这些谣言是两只手也无法统计的 我们希望各界有识之士都能够抵制编织谎言 抹黑攻击别国的行为 不要被谎言所蒙蔽 更不要沦为像BBC这样传播散布虚假谣言的平台和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2月12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发布消息称 经调查 BBC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 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要求 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破坏中国民族团结 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条件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允许BBC世界新闻台 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礼 对此 央视社评指出 令人愤慨的是 面对虚假报道不断被打脸的事实 以及中方的多次交涉 BBC毫无悔改之意 还填补支持地标榜 自己是世界上最受信任的国际新闻媒体 BBC应当反攻自省 吸取教训 就涉华假新闻向中方做出公开道歉 作为曾在华落地多年的西方知名媒体 BBC应该很清楚中国广播电视的相关管理规定 然而 这将自诩报道客观平衡公正的老牌媒体 其所作所为 却是背道而驰 知法犯法 BBC被逐出中国广播电视市场 完全是咎由自取 BBC BB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